今年的生意真的是太难做了 是的 但是我告诉你啊 今年有可能是过去十年最难的一年 但是有没有想过 可能是未来五年 或者是未来十年最好的一年 所以不是说你的生意难做 是每个人的生意都难做 你包括我们做培训的 也遇到了很大的挑战 受这个口罩的影响 受政策的影响 各方面都特别的难做 你能不能跟客户抱怨 你跟客户抱怨 客户跑得可快了 你能不能跟员工抱怨 你跟员工说钱好难赚呢 供应商催着款 经销商催着货 我能不能晚一点给你发工资 不可以 员工说少来这一套 你说哎呀 我都急得要跳楼了 员工说那你先把工资发了 你再跳楼 所以说我们发现创业者其实挺难的 我们必须要面对问题 思考问题和解决问题 所以以其抱怨 不如去学习 我们不应该有侥幸心理了 前段时间上了一个热搜啊 热搜是中国的互联网的用户 已经达到了11个亿 短视频的用户达到了9.4个亿 今天所有的企业 我给你们一个明确的答案 就是你们必须要拥抱互联网了 不是你们要不要做是必须做 这一仗不是要不要打 是必须打 是你60分80分还是90分的问题 所以你现在还有侥幸心理 想回到那个繁荣的线下市场 繁荣的消费市场 其实已经很难了 不要有侥幸心理 所以所有的实体门店 都必须和线上结合 所有的实体企业 都必须和互联网结合 所有的实体企业 都必须要学会互联网获客的方式 所以短视频的红利在哪里 IP的红利在哪里 直播的红利在哪里 你有什么好犹豫的 那就必须要去架构了 必须要打造自己的天网 然后用天网和人网去赋能帝网 我们说这个是大家都拿着旧地图 是找不到新大陆的 这门课程给你解决什么问题 就是公司的营销创新 你公司的流量创新 你公司的模式创新 帮你解决获客难 获客成本高 实体企业怎么样结合互联网 怎么样在互联网上获客 怎么样通过你的天网 短视频直播 社交媒体获取流量 地网如何实现转化 如何打造有温度的体验 人网如何实现裂变和传播 所以天地人网全渠道的增长 如果你遇到了获客难 获客成本高 渠道费用越来越高 大家还是去365地方去下个单 对 好不好